公车停靠路边 一名女警上前守在门边 下一秒西装男突然冲了出来 企图逃逸 应有女警死命拉住范贤 另外一位同仁也冲上前帮忙 两名女警合力制服范贤 一人拉住右手 一人扣住左手 直接把人带进派出所 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这名一身上班族装扮的中年男 居然是公车之狼 15号傍晚 在开网林口的783路线公车上 看到女孩子面貌脚好 竟然色心大起 用包包当作遮掩 做出不雅动作 让一旁女性乘客感到不舒服 拿出手机录影存证 并请司机报警 客运司机直接把公车 开到派出所外头 没想到范贤还打算落跑 好在女警接获报案 早就准备逮人 那个女生是说 车上本来有很多位置 但是那男生就移到她的旁边坐着 当时就是慌张的要逃 然后把她抓住之后 刚好我们另外一同事经过 有过来帮忙一起压制 招逮的53岁黄兴范贤 向警方坦诚 自己一时情不自禁才会犯错 但其实早在去年 她就因为在公车上 妨害风化被送办 显然没有悔过 这回固态赴谋 好在女警迅速将她制服 没让离谱公车狼 休有法外 记者新北市 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